製作词 名称 管珠 螺旋边的管珠配件 因为我们之前的管珠 我们的螺旋边都是编完之后 由右下角往左上角翻 那我再画一下图件 那我们这一次会有往右下角翻的 我们基本上都有中间珠 这一件的作品是四颗中间珠 五颗吗 五颗 对不起 五颗 我的板差没拿到 在那边 那那个外侧珠的部分就有三角珠 广珠 三角珠 所以基本上我刚忘了讲一个步骤 我们第一个步骤是不是都加一个挡珠 那挡珠之后就开始这样子 加珠子 加珠子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加五颗中间珠 这个是中间珠的部分 再加外侧珠有三颗 三角珠 管珠 三角珠 然后回穿五颗中间珠 回穿五颗中间珠 之后我们是不是都要 往左翻 对不对 那这个步骤结束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变成是这样子 基本上外侧珠已经变成在左手边 那线会是从这边出来 对不对 那我这一个作品 我这是参考我们日本的一个新的技法 所以这个是日本老师的技法 不是我的技法 我一定要先讲 这不是我自己创的 然后这个作品的设计它本身就是中间珠 它共用的非常的多 所以它一次只加一颗中间珠 然后再加外侧珠 外侧珠都一样 三角珠 管珠 三角珠 那记得每一次我们的中间珠都是几颗 每一珠都是五颗 所以我只加了一颗中间珠 新的中间珠 那我是不是要有四颗 是旧的中间珠 再加上一颗新的 总共五颗 接下来也是往左翻 好全部都这样子 那等一下我会示范 那我要讲的是比较新的那一块 就是等一下我会 就是我先把图解先都画完 我再来示范 那我们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中间珠 一样五颗 但是这个外侧珠也一样管珠 三角珠管珠 一样的东西 它也是这样穿上来嘛 然后也是回穿五颗中间珠 但是这个不一样 还要往右下角 往右边下去 等于是它是由右侧往左下角翻 之前我们是不是由右侧往左上角翻 那这一次是由右侧往左下角翻 好一样的 就是往右侧 你就记得是往右侧翻 那做完这个步骤之后 基本上它会变成是这样子 它往左下角 所以它是不是会你把它翻过去之后 它会躲在这个后面 翻下去嘛 好 那线是不是一样在这里 基本上做法都一样 我还是只加一颗新的中间珠 然后这个外侧珠的部分 一样 每一次都是一样 一颗三角珠 一颗管珠 一颗三角珠 只是差别在我往右翻而已 那一样这个就是 有四颗是旧的 因为我只加了一颗新的中间珠 所以我这里是不是有四颗旧的中间珠 一颗新的 一样 往右下角翻 那等一下 我示范的时候 我会特别再讲那一块 基本上我们就是今天 我等一下会特别讲那一块 因为你们 现在要开始示范 我们有新学员 所以我会从头讲 取这个线 珠宝编织线 两百公分 那这个的话 这个讲义 这个是三十公分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 就一百八十公分 再一次这个二十公分 就有两百公分 这个是三十 这个是二十 所以我要拿两百公分的线 那我现在示范的时候我拿比较短的线 那首先要加一颗挡珠 随便来 这两个哪一个都可以 哪一颗挡珠 加一颗挡珠之后 由下往上回穿这颗挡珠 老师这两个颜色都可以用白色的 线是不是 都可以 其实线都没差 由下往上回穿这颗挡珠 那线尾要麻烦你们留三十公分 我一下我觉得它太大声了 意思它只是要把珠子挡住而已 不会往下滑 那我会请你们这边后面尾端是留三十公分 但是因为我今天示范 所以我没有留那么长 因为我的线不够 我只有一点点示范的线 加五颗中间珠 八领的珠子 五颗 一二三四五 五颗中间珠 再加一组外侧珠 一组三角珠 一个管珠 再一颗三角珠 是不是加了八颗珠子 那我刚刚有讲 就是由下往上回穿 中间珠 五颗中间珠 每一次中间珠都一定是五颗 那这一次五颗全部是新的 因为是第一个步骤 做完之后 记得往左方 现在是不是外侧珠在右侧 那中间珠是在 在这个地方 这是中间珠 后下要往左方 往左方 把用左手的食指跟拇指 把这个线固定住 然后往下压 用中指把这个线固定住 这样子它就不会松掉 那么接下来每个步骤都是加一个中间珠 加一个中间珠 然后再一组外侧珠 外侧珠是不是一个三角珠 一个管珠 再一个三角珠 那把它推到自带这边来 把中间珠握在手上 其他的放掉 外侧珠不用管它 这样比较好做事情 然后我要回穿 因为我加一颗新的中间珠 那我旧的是不是要有四颗 总共要五颗 总共就是加五 回穿五颗的中间珠 一样搭到这个自带的地方 现在它是不是新的这一组 在右手边 一样往左手边翻 往左侧翻 往左上角翻 好 左上角 接下来每个步骤都一样 都是加一颗中间珠 一个三角珠 管珠 三角珠 一组就是 外侧珠就是这样 这三颗嘛 外侧珠就是这三颗 每一次都是加三颗 然后一颗新的中间珠 回穿 四颗旧的中间珠 再一颗新的中间珠 再往它拉紧一点点 好一样往左翻 就这样子连续做二十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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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